花莲现场许正为上任以来积极推动观光产业的发展 而为了打造市区观光核心 东大门区域建设计划是以日出大道为走线 串联周边的观光资源 为花莲的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以日出大道为中心 结合周边现有的东大门夜市 铁道文化园区 东大门公园 三角公园 集成运动场 回南湾流 太平洋公园 自行车道以及太平洋共农公园等等 上游工程当中原住民文创园区 日出大道一文基地 铁路医院古迹修复 以及规划中的南兵之鸿池 集合多工人上场BOT 完成之后 将市区观光核心串联 为游客以及相信提供更多的休息场域 目前进入工程阶段的原住民文创园区 与原住民文创聚落结合在地社区人文生活场域 结合智慧城市概念的平台 将新旧公寓文化结合数学技术 发展创新展演销售空间 并且融合2022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规划设计类 预计在第二期工程在今年7月完工 月初达到一门基地将其内部空间简易装设调整为展演以及办公空间 作为花联表演艺术培育以及展演的基地 原序已经完成的自由街排水改善南边抽水站扩建工程 让花联市自由以及和平排水分区改善因水情况 预计真设置红尺有效面积约2.46公顷 新设的雨水加水到排水相寒长约500米 目前办理平选作业 从目前工程中与规划中建设之外 新浮也持续优化场域改善提升 其中串联海岸线的两铁自行车道 在112年环岛自行车道 升级及多元路线整合推动计划下 在2月开工 预计在8月完工 将自行车道环境安全以及周边环境改善 花联市目标是 今年来县府团队积极串联海提休期廊道 进一步连结以及瑞珠大道为首周边的观光特色 提供乡亲安全舒适旅期场域 为乡亲扶植努力 达到观光城市以及花联 接着继续花联道